美国品牌咖啡零售商 火拍本地设计师 联手打造违旧冰室概念店 吸引到一批网友谈论 评价是好还是坏 越多人说 多少都会帮到这家概念店提升知名度 最重要是让他们试过之后 看他们自己的感觉 然后告诉他们的国友 要在咖啡零售市场破冰等位 星巴克近期有利用网络宣传 邀请网友试用新产品 免费试饮试食 也不介意他们在网址写食品 有企业的市场部主管认为 网络宣传的成效 有时好过传统的广告手法 用网上平台 其中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透明度很高 你很清楚知道 其实什么时候有的人去看过你的网站 或者你的广告 然后其实有多少人真的点击了 其实你这些都一目了言 他认为借助网上平台 有助吸引潜在的消费社群 不同的网站 它们有特定的客户群 如果你向这些客户群买广告 其实你的信息和讯息 会特别为他们计划新顶做 你看完后就很有共鸣感 而对于你的所谓的产品 也会容易产生兴趣 早前澳洲军事栏旅游局就借助YouTube 宣传绝世蠢工的认真者 吸引数以望究的网民收睇 也都吸引到传媒业报 有企业就借助网络宣传 另一间咖啡品牌Pacific Coffee 就透过举办文化活动建立消费社群